各位同学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我们考点59 自上而下的方法 那这个考点呢容易出客观题 有的时候主观题也会考核 不过主观题整体的考核概率都比较低 那我们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之上做好精准记忆 首先我们来看识别重要的账户列报及相关认定 那这个考点是爱考客观题的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重要的账户列报 还有相关认定呢 关键就是看它会不会导致我们财务报表发生 重大错报 如果会导致的话 那么这个账户列报就是重要的账户或列报 而这个认定呢就是相关的认定 所以一切是围绕着我们财务报表 是否会发生重大错报而来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评价的事项 我们在评价的时候注意两方面考虑 一个是定性一个是定量 那么我们这个定量呢 也就是超过报表整体重要性的账户 这种情况之下 通常被认定为重要的账户 这点和我们财务报表审计有点类似 对吧 如果一个错报 它超过我们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我们一般把它认为是重大错报 是类似的 接着 即使某些账户或列报 从金额上看并不重大 但是它的性质呢 是比较严重的 如果有风险或舞弊风险 很可能会导致我们重大错报 那这样的话 我们都要考虑 好 这是定性和定量 两个角度考虑 那第二点呢 是从定量的角度 第三点呢 是从定性的角度 接着我们来看来源 在识别重要账户列报和相关认定时 注册会计是应当确定 重大错报的可能来源 这些内容都要多读 应对我们的客观题 接着我们来看 以前年度的错报 我们以前年度审计中识别的错报 会影响注册会计师 对固有风险的一个评估 好 这一块呢 也要注意多读 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划重点的内容 在识别重要账户列报和相关认定的时候 错识会计师应当依据去固有风险 而不应考虑相关控制的影响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啊 我们就是根据你的固有风险来的 来考虑你这个 是不是重要账户列报 或相关认定 不能考虑我们控制的影响 为什么呀 因为很简单 我们现在做的是内部控制审计 这个内部控制审计的目标 就是评价控制的有效性 所以一定不要考虑相关控制的影响 这句话一定要记一下应对我们的客观题 我们接着看第二点 选择逆测试的控制 这一块呢 也容易考客观题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基本的要求 第一点就是我们评价的是整体 而非单项 那这里要注意 我们在做内部控制审计的时候 我们不是对每一个单项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而是对我们内部控制的整体有效性发表意见 这里注意一下 所以大家在记的时候呢 可以多看 然后把我这个提炼出来的关键词注意 多读一下 在我们客观题出现的时候 你能选出正确的答案就行 第二块就是我们一定要抓重点 而非全部 这什么意思呢 是指做策会计师应当选择对形成评价结论 具有重要影响的控制进行测试 没有必要测试与某项认定有关的所有控制 我们并不是把所有控制全部测一遍 而是我们要抓那些有重要影响的控制 这就是抓重点 非全部 第三块就是我们重视指非形式 这什么意思 我们在确定是否测试某项控制的时候 做策会计师应当考虑 该项控制单独或连同其他控制 是否足以应对评估的某项相关认定的错报分析 而不论该项控制的分类和名称如何 注意我们不要关注它的形式 而要看它实质 它到底能不能起作用 好 这是我们三点基本要求 凭整体 非单向 抓重点非全部 然后重视指非形式 这几句话都读 应对我们的客观题 不需要此经备 只要你能够理解 然后在我们客观题出现的时候 能选出正确的选择就可以 接着我们来看考虑因素 考虑因素 第一点就是抓关键 非所有 通常选择能够为一个或多个 中央账户列爆的一个或多个相关认定 提供最有效果和最有效率的证据的控制 也就是说我们要抓最核心 最关键的控制 没有必要测试所有的控制 好 每个重要账户认定 或重大错误分险 至少应当有一个对应的关键控制 这句话也要注意记一下 应对我们的客观题 那接着我们来看 第二 选重要 选有效 这是什么意思呢 注册会计师应当选择测试那些 对形成内部控制时的意见 有重大影响的控制 注意 我一定要选择是有重大影响的控制 如果存在多个控制 均应对相关认定的重大错误分险 那如果我现在有五个控制 再受注意 我们要选择那些 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 予以测试的控制 我们要从这五个当中 由总选用 选了一个最有效的 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企业管理层 在执行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 选择测试的控制 可能多于做错误分险 认为为了评价 内部控制有效性 有必要测试的控制 这句话一定要记一下 这句话很爱考 可观题 那由于我们企业管理层 他要做自我评价 他在做自我评价的时候 他选择测试的控制 范围往往比我们要大 好 我助理画个圈 你看这是我们选的 那这外面这个圈 是管理层 他在做自我评价的时候选的 所以一般来说 他一般多于我们 你看这是可能多于 管理层这种决定 不影响注册会计师 控测试决策 注册会计师 只需要测试那些 对行程内部控制审理件 有重大影响的控制 那考试的时候 如果说 那我们注册会计师 而选择测试的总统控制 多于管理层 这一般是不对的 一般来说是管理层 多于我们 好 那接着我们要注意 我们注册会计师 只需要测试那些 对行程内部控制审理件 有重大影响的控制 而不是受到管理层的 相关影响 这里 这句话 一定一定 这段话要注意 一定要多记一下 这段话爱考课官体 接着我们来看 第三 足够就好 无需其他 这什么意思呢 再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 执行内部控制审计时 如果识别并选取 能够充分应对 重大粗暴风险的控制 则不需要再测试时 针对同样认定的其他控制 好 我现在一共有五个控制 我选择其中一个最关键的 最有效的控制 我测试完 我觉得已经够了 那这时候 有没有必要把其他四个控制 都测一遍呢 你看 不需要再测试 针对同样认定的其他控制 够用就行 没有必要把所有都测一遍 好 接着我们看第四 高层有效 集层少做 这什么意思呢 注册会计师在考虑 是否有必要测试有流程 应用系统 或交易层面的控制前 首先要考虑测试那些 与中央账户认定相关的 企业层面控制的有效性 这什么意思啊 我们一定要注意 由于我们企业层面的控制 它类似于我们一个大厦的地基 所以我们在这做测试的时候 首先应该先测地基 因为如果地基有问题 上面的大厦很可能会倾倒 好 这就首先要考虑 接着如果企业层面的控制是有效 且得到精确执行 注意中间是有条件的 你看啊 它是有效 而且一定是得到精确执行的 能够及时防止或发现纠正 影响一个或多个认定的重大错报 做头会计师不必就所有流程 交易和应用层面控制的有效性 过去审计证据 如果我们现在一个企业层面的控制 它是有效的 并且关键点是它是精确执行的 它已经能够防止发现纠正 重大错报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有没有必要再去对我们一些细节的流程 交易应用层面的控制来获取审计证据呢 可能就没有必要了 因为你看我们在做内控测试的时候 就是够用就行 假如说我们企业层面的控制已经够用了 那我有没有再去 有没有必要再去测 应用流程层面的控制 因为我们应用层面的控制 没有必要 够用就好 好 这是高层有效 我们基层就可以上做 那我们刚才呢 讲到了选择密测试的控制 还有讲到了我们识别重要账户列报 及相关认定 这两块内容整体来说 在我们内部控制审计当中属于高频考点 相对来说 相对其他的考点 他们属于相对比较重要的 这些内容一定要多读 应对我们的客观题 不需要死经被一个一个记下来 因为你其实把我这个关键词 好好的能够记住 然后考试的时候出现单选题 多选题 你能够选出正确答案就可以 接着我们来看考点六 是测试控制的有效性 那这个考点也是考客观题的 偶尔出主观题的时候 它也会涉及 那下面我们首先来看 控测试的时间安排 那第一个考点因素 尽量在接近基准日实施测试 尽量接近 接着实施的测试需要涵盖足够长的期间 这一点呢 在我们最开始讲 我们基准日的时候就说过 在那边强调过 然后接着是整合审计 控测试涵盖的期间 应尽量与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逆信赖内部控制的期间 保持一致 假如我们整合审计的话 为了提高效率 为了保证质量 所以两者尽量一致 那接着我们来看时间安排 这块内容注意 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的 第一 在接受保持内部控制审计有时 注册会计师应当尽早 与备审单位沟通 并合理安排在控测试时间 流出提前量 好 这是我们新增的 也就是我们尽量流出一些余地 第二 由于对企业层面内部控制的评价结果 将影响注册会计师 测试其他控制 性质时间安排后范围 注册会计师可以考虑 在执行业务的早期阶段 对企业层面的控制进行测试 安安这又再次的强调了 由于我们企业层面的控制 它类似于我们大厦的地基 所以我们尽量是在早期阶段测试 那么这个时间安排内容 由于它是新增的 一定要多读 客观题出现的时候 你能够选出来就可以 我们接着来看 期中测试的两种方法 那我们期中测试有两种方法 哪两种呢 你看啊 第一个就是 我们在期中做了测试 然后对于剩余期间 实施前推测试 这是一种方法 或者把我们样本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在期中测试 另一部分在临近年末的期间做测试 好 这是两种方法 那在这里要给大家强调一个问题 你看我们刚开始做了期中测试 然后对于剩余期间 实施前推测试 注意我们的内控审计 叫前推测试 而我们的财务报表审计 对这种情况叫合理延伸 这里一定一定要注意 不要记混了啊 这是两者的专业术与不同 意思是一样的 那接着与控制相关的分险 与所测试的控制相关的分险越低 那么我们越可以在其中做测试 第二 与测试的控制相关的分险越高 要越接近基准日测试 这就强调了 假如分险越高的话 我们越要接近基准日 这块和我们财务报表审计类似 接着我们来看 是否测试被取代的控制 如果被选单位为了提高 控制的效果和效率 或者整改控制缺陷 而对控制做出了改变 这种情形很常见 对吧 它的控制发生了变化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制约变化 并适当 预计记录 具体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个就是不需要再测试 第二种是适当测试 那么这两种情形 注意记一下 考试的时候容易混淆 容易混淆 注意应对客观体 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 新的控制能够满足 控制的相关目标 而且新控制 已经运行了足够长的时间 这里要注意啊 中间是前 注意是注册会计师 通过实施控测试 评估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则注册会计师 不再需要测试 被取代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不需要再测试了 第二种情况 我要适当测试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 什么情况要适当测试 如果被取代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对注册会计师 执行财务报表审计的控制风险 评估具有重要影响 然后注册会计师 应当适当的测试 这些被取代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好 这是两种情况 哪种是不需要测试 哪种适当测试 一定要注意精准记忆 考试混淆考核的时候 你能够识别出来 那接着我们来看 以前审计获取有关控制运行 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这里要特别注意 要和我们财务报表审计对比记忆 那我们财务报表审计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用以前年度的 这种控制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呢 是可以的 只不过有个前提 前提就是要过三关 只要我三关过了 我就可以用 对吧 第一关就是我们的特别分险关 第二关是变化关 第三关是我近两年有没有测过 有没有三年测一轮呢 如果我这三关过了 我就可以用 就可以偷偷来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效率 但是我们在内控审计当中 这种是不可以的 那除了有一种例外情形以外 其他都不可以 为什么呀 因为很简单 咱们做内控审计 那不就是来测试 它控制有效性的吗 所以不要考虑 利用以前年度的审计证据 下面我们详细来看一下 除考虑对自动化应用控制 实施与基准相比较的策略外 你看 这就是一个例外的情形 注册会计师不能利用 以前审计当中 获取有关控制运行 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明确说了不能利用 而是需要每年获取有关 控制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注意每年要测试 好 这是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 和财报审计做对比机的 接着我们来看前推程序 我们在前面就给大家说了 在咱们财报审计当中 叫合理延伸 在内控审计当中 叫前推程序 如果以获取有关控制 在其中运行有效的审计证据 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 还需要获取哪些 补充审计证据 以证实胜与期间控制 运行情况 好 这是我们的前推 接着我们对自动化控制的 一个特殊考虑 第一是否实施前推测试 第一种是无需实施 第二种可能需要实施 那我们来看什么情况 压根就不需要做了 如果性技术一般控制有效 且关键的自动化控制 未发生任何变化 注意中间是前 你看我一般控制是好的 然后呢 没有发生变化 这时候就不需要对 自动化控制实施前推测试了 我就不需要再做测试了 接着我可能需要做测试 你看什么情形 需要做测试呢 注册会计师在其中 对重要的性技术 一般控制实施的测试 这通常还需要对其实施 前推程序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 需要在接近基准日的 期间做测试 如果注册会计认为 一个或一个以上 重要的性技术 一般控制是无效的 这里注意啊 你看一般控制出问题了 无效 注册会计师需要评估 其对总体信息技术环境 以及对任何依赖这些 新技术一般控制 自动化控制 持续有效性的影响 我们就需要多评估一些 第二 如果重要的新技术 一般控制无效 且无法获取 其他替代的证据 以证实关键的自动化控制 自上次被测试以后 未发生变化 那么这种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在执行 内部控制审计时 通常就需要获取有关 自动化控制在 接近基础日期间内 是否有效运行的证据 好 这是关于我们 是否需要在接近 基础日的期间测试 那么这一块内容 作与多读 应对我们的客观题 客观题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 发现偏差时的处理 那发现偏差时的处理呢 两颗性 也是靠客观题的 确定对三个事项的影响 哪三个事项呢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分险评估 第二就是我们的审计证据 第三就是控制运行 有效性的结论 要考虑对这三项的影响 那接着我们要注意 我们一定要考虑偏差的性质 假如说 我们现在发现了控制偏差 这个控制偏差 什么导致呢 是系统性的偏差 或者是人为有益 造成偏差 因为5B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一定要考虑 5B的可能迹象 以及对身体的影响 因为系统性偏差 它影响面非常之广 假如说 我们一个系统参数出错了 我们现在可能发现了一个错误 那么这个系统 它一共执行了1000次 可能是1000次都是错的 所以对系统性的偏差 你一定要全面的考虑 那人为有益的偏差 你要注意 它是5B的 它是精心策划的 它是去某一旧的 很可能我们看到的 也是冰山立脚 我们接着看评价偏差 是否构成控制缺陷的 一个考虑因素 那么考虑几点呢 注意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 偏差是怎么被发现的 第二 偏差是否与某一个特定的地点流程 应用系统相关 还是有广泛的影响 看它是否具有广泛性 第三 就被审单位内部证则而言 该控制出现偏差的严重程度 然后与控制运行频率相比 偏差发生的频率的高低 那么这里面其实就是 第一个如何发现的 第二个就是 它是否具有广泛性 第三是严重程度 第四是频率的高低 这是我们考虑因素 好 接着我们来看 控制并根时的特殊考虑 这块呢 是我们教材新增内容 不过跟我们前面内容 非常之相似 那我们教材既然新增了 注意多看一下 第一 对我们内部控制审计而言 如果新控制实现了相关的控制目标 且运行了足够长的时间 注册会计师 能够通过该控制进行测试 评价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则无需测试被取代的控制 好 这种情形讲的就是 这是针对我们内控制审计而言 我们可能无需测试 这里面有相应的前提条件 接着 对我们财务报表审计而言 如果被取代的控制运行有效性 对控制风险的评估有重大影响 注册会计是应当测试 被取代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好 这是针对财报审计的 然后 它的一个总体的结论是 在这个前提下 不要进行测试 这里一定要注意 多急 为什么 因为这是新增内容 新增内容 它的可考性比较高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第61个考点 内部控制缺陷的评价 那么这个考点呢 容易出客观题 有时候主观题也会设计 所以我们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精准极 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控制缺陷的分类 控缺陷呢 有两个分类的标准 第一个按来源分 按来源分呢 分为设计缺陷和运行缺陷 第二个是按严重程度来区分 那么严重程度分 一般重要和重大 这里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要注意和我们财报审计做对比 我们财报审计关注的是 值得关注的内控缺陷 而我们这里呢 是一般重要不重大 要对比记忆啊 接着我们来看 评价缺陷的要求 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 其实别的各项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 以确定这些缺陷 单独或组合起来 是否构成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 所以你看 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重大缺陷 注意 在我们计划实施审计工作时 不要求注册会计师 寻找单独或组合起来 不构成重大缺陷的控制缺陷 这句话一定一定要多记啊 应对我们的客观题 是不是说我们注册会计师 既然做内控审计 那么所有的控制缺陷 我们都要给它找出来呢 注意不需要 我们要关注的就是重大缺陷 你看我们一共有三类缺陷 有一般有中央对吧 那我们在这里面 关注的是它 是它 好 接着我们来看 控制缺陷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 那么这块两颗星可观题 我们的影响因素呢 注意第一点就是 它发生错暴的可能性的大小 注意啊 是发生错暴可能性的大小 这里要注意 考试的时候容易混淆考核 容易颠三导四 那我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 与错暴是否发生无关 而取决于它的可能性的大小 而如果我们考试的时候出现 那我们控制缺陷严重程度 与错暴是否发生有关 与可能性大小无关 注意它就颠三导四了 你一定要精准及 第二评价控制缺陷 是否可能导致错暴时 作词考计师 无需将错暴发生的概率量化为 某特定的百分比或区间 那么这句话也要多读 而防止我们客观题当中出现 我们作词考计师 评价控制缺陷时 应当将错暴发生的概率进行量化 一定要量化到某一个特定的百分比或区间 注意就错了 是无需 第三 作词考计师应当确定 对于同一个重要账户 猎报或及其相关认定 或内部控制要素 产生影响的各项控缺陷 组合起来是否构成重大缺陷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影响因素 潜在错暴的金额大小 注意这也是潜在错暴金额大小 这里是可能性大小 两者对不起 我们在评价 因一项或多项控缺陷 导致潜在错暴金额大小时 应当考虑 考虑什么 这又是子因素 受控缺陷影响的财务报表的金额 或交易的总额 就是金额 然后第二块 在本期或预计的未来期间 受控缺陷影响的账户余额 或各类交易设计的交易量 在评价潜在错暴的金额大小时 账户余额或交易总额的最大多报金额 通常是已记录的金额 注意这是最大多报 考试的时候容易颠三倒四 他说最大少报 那就错了 但其最大少报金额 可能超过已记录的金额 注意啊 少报是有可能会超过的 那就是我们完整性 类似于我们完整性的问题 对吧 那通常小金额的错暴 比大金额错暴 发生的概率更高 这句话也要特别注意记下 考试的时候也容易 反过来讲 他说大金额错暴 发生的概率比小金额更高 注意就错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补偿性控制 那补偿性控制这块呢 考评尤其的高 一定一定要多看 在确定一项控制缺陷 或多项控制缺陷的组合 是否构成重大缺陷时 做错话题是应当评价 补偿性控制影响 这里明确要求 应当评价 不是可以评价 就是必须要考虑 第二 在评价补偿性控制 是否能够弥补控制缺陷时 做错话题是应当考虑 补偿性控制 是否有足够的精确度 以防止或发现并纠正 可能发生的重大错暴 那么这里要特别注意 我们一定要考虑 它有没有足够的精确度 如果仅仅有补偿性控制 但是精确度不够 很可能它也是无效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 下面一句话 存在补偿性控制 不等于补偿性控制 是有效的 那这句话的考评极高 一定一定注意记一下 有补偿性控制 那就是相当于有这个防盗门 那不能说这个防盗门 就一定有用 也许这个防盗门 就是一个只做的 对吧 就是来装装样子的 所以存在补偿性控制 不等于补偿性控制 一定是有效的 一定要看它有没有 足够的精确度 我们接着来看第四点 表明可能存在 重大缺陷的迹象 这块内容注意 是新增的内容 由于它是新增的 注意应对 个问题 一定要多看齐眼 那我们注意 下列迹象可能表明 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第一个就是 做此话题是发现 懂事 监视和高管 任何的舞弊 不管这舞弊的 大还是小 注意只要发现舞弊 那么有可能表明存在 重大缺陷的迹象 好 第二 被审计单位 重述以前公布的 财务报表 以更正由于错误 或舞弊导致的 重大错报 他做了重述更正 第三 做此话题是发现 当期财务报表 存在重大错报 而被审计单位 他的内部控制 在运行过程中 未能发现 我们发现了你的错误 但是你的内控 却没发现 说明你的内控 没有起到作用 第四 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机构 对内部控制的监督无效 好 这四点注意多看一下 应对我们的客观题 由于它是新增内容 所以 他考客观题的概率 还是很大的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五 内部控制缺陷的整改 那么这一块呢 是我们比较爱考客观题的点 首先是整改以后 运行时间的要求 如果被审计单位 在基准日前 对存在缺陷的控制 进行了整改 整改后的控制 需要运行足够长的时间 才能使注册款机 是得出其是否有效的 审计结论 这个地方一定一定要注意 我们被审计单位 他在基准日之前 对他的控制 缺陷 做了整改 如果没有运行 足够长的时间的话 注意我们不能 直接得出 它是有效的结论 一定一定要求 他要运行足够长的时间 为什么呀 要让他的内部控制 形成内在的惯性 具有了内在惯性之后 这时候他才能够 持续有效的运行下去 如果仅运行一天两天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他内在的惯性 还没有形成 这样的话 是注意如效的 好 我们来看第二句话 如果被审计单位 在基准日前 对存在重大缺陷的内部控制 进行了整改 但新控制 没有运行足够长的时间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 他没有运行足够长的时间 意味着 他内部控制的最终 强大的惯性 还没有真正形成 这时候注册会计师 应当将其设为 内部控制在基准日 存在重大缺陷 注意啊 这两段话 在我们第二十章来说 是属于考评很高的考点 一定一定注意记住 嗯 不能说 这个被审计单位 他的这个出现了 重大缺陷 他整改了 整改了 我们就认为 他没问题了 注意 不对 这点要注意 和财务报表 是很紧做对比 因为我们财务报表审计 假如说我们现在 一共发现了100个错报 那被审计单位呢 他全部都更正了 而最后的 被更正错报是零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应该发表 保留意见 因为我们财务报表审计 它的目的是 保证审过的报表 没有大错 对吧 但是内控审计不行 内控审计是 哪怕对这种 有重大缺陷 内部控制进行了整改 但是没有运行 足够长的时间 你的内在的 强大的惯性 没有形成 这时候 我们不能认为 你的内控 是没有缺陷的 好 这点一定要注意 和我们财报审计 对比机啊 接着我们来看 第62个考点 完成内部控制审计的工作 输举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那么这个考点 容易出客观体 有时候主观铁灰设计 注意和我们19章内容 经结合 而且本考点有大量新增内容 一定要多关注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 获取书面声明 至于这块内容新增的啊 它是新增内容 它的可考性 整体来说 从这个考点来看 它是比较高的 容易考客观体 容易考主观体 所以一定一定要多看 首先注册会计是 应当获取 被审计单位签署的书面声明 这是必须要拿到 它的书面声明 第二 书面声明应当报告的内容 只有八点 这是应当报告啊 被审计单位董事会认可 其对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 内部控制 负责 第一个是责任的问题 第二是 被审计单位 已对内部控制进行了评价 并编制了内部控制的评价报告 那么第二个关键词 是这个自评报告 第三 被审计单位 没有利用注册会计师 在内部控制审计和 财务报表审计中 执行的程序和结果 作为评价的基础 注意 他自己做评价的 他没有利用我们的工作 第四 被审计单位 还是跟他的自评有关 第五 被审计单位 已向注册会计师披露 识别出了所有内部控制缺陷 并单独披露 其中的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 这是他已经给我们披露了 第六 被审计单位 已向注册会计师披露 导致财务报表 发生重大错暴的所有舞弊 这是关于舞弊的问题 以及其他不会导致财务报表 发生重大错暴 但设计管理层 治理层 其他内部控制 具有重要作用 员工的所有舞弊 那么第六点跟舞弊相关 第七 作册会计师在以前年度 审计中识别出的 且与被审计单位 沟通的重大缺陷 重要缺陷 是否已经得到解决 以及哪些缺陷 尚未得到解决 那么就是关于 以前问题 有没有解决的问题 第八 在基准日后 内部控制是否发生变化 或者是否存在 对内部控制 产生重要影响的其他因素 这是我们基准以后的问题 包括被审计单位 对重大缺陷 要重要缺陷采取的 所有纠正的措施 这一块是八方面内容 那这八块内容 注意多读 不需要死经备 多读 要混个脸熟 如果我们考试出现多选题 你要能够选出来 因为这一块是新增内容 新增内容 一定一定要高度关注 接着我们来看 被审计单位 不提供书面声明的应对 而如果被审计单位 拒绝提供 或以其他不当的理由 回避书面声明 做此会计师 应当将其视为 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那么这一块其实和财报 审计是类似的 解除业务约定或出具 无法表示一件的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然后第二 做此会计师应当停下 拒绝提供书面声明 这些情况 对其他声明可靠性的影响 那么这块内容 和我们财报审计 是非常之像的 来多读一下就可以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 沟通相关的事项 沟通相关事项 注意这块是新增的 由于是新增内容 所以它的可考性蛮高的 一定一定要多看 不需要死经备下来 但是你要熟读 出现了题目 你要能够选出来 我们来看 总体要求 虽然并不要求 做此会计是执行 足以识别 所有控制缺陷的程序 但是做此会计 是应当沟通 其注意到的 内部控制的所有缺陷 因为我们在前面就说了 那我们在选择 哪些要测试的控制的时候 往往选择是关键的 选择是重要的 选择是有效的 并不是所有 对吧 你看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背识单位 它现在一共有500个控制 那我们是对这500控制 全部一一做测试吗 不是的 我们往往选择的最核心 最关键 最有效的 也许我们从中就选了100个 对吧 所以你看 第一句话是 不要求做此会计 是执行 注意识别所有控制缺陷的程序 没有要求你去做 识别所有控制缺陷 对吧 那么我们对这100个控制 实施审计程序 然后呢 在这100个控制 做测试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现在发现了12个控制缺陷 那么这时候要特别注意 我们一定要对我们发现的这12个缺陷 全部沟通 不能有选择的 我从这12个当中筛选出来 我觉得有6个非常的重要 有三个呢 一般重要 还有三个呢 我感觉不太重要 所以呢 我沟通的时候就沟通这6个就行了 剩下的6个我根本不管 这样是不行的 注意我们一定要沟通注意到的所有缺陷 接着 内部控制审计不能保证注册会计师 能够发现严重程度低于重大缺陷的所有控制缺陷 那么这句话又再次强调了 我们在做内控审计的时候 我们的目光一定是聚焦重大缺陷 不是所有缺陷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点沟通的形式 那首先是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 注册会计师应当以书面形式和管理层治理层沟通 然后书面沟通应当在初具内控审计报告之前进行 接着第二 所有其他的内部控制缺陷 注册会计师应当以书面形式与管理层沟通 其在审计过程中识别的所有其他内部控制缺陷 并在沟通完成以后告知治理层 注意两者的区别啊 你看重大和重要的是书面形式和管理层治理层沟通 而且是出报告之前沟通 然后所有其他内部控制缺陷 是以书面形式和管理层沟通 沟通完成之后告知一下治理层 你看这块是一定要和治理层沟通 这块呢是先和管理层沟通 然后完了告知治理层就行了 然后接着是注册会计师无需重复自身 内部审计人员或被审计单位 其他人员以前书面沟通过的控制缺陷 这就说了 如果别人都沟通过了 那我就没有必要再沟通 这块内容一定一定要注意和14章 财报审计沟通内容做对比记忆 那我在习题班当中 对我们第20章的沟通内容 和第14章财报审计的沟通内容 出了大量的一搓一損的习题 同学们一定要去做一下啊 因为我们这块内容是今年教材新增的 他这块内容和我们14章 沟通内容特别容易搓 特别容易混 所以大家一定要对比记忆 对比练习 接着我们来看提示 作词会计师不应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当中声明 声明什么呢 在审计过程中没有发现严重程度低于重大缺陷的控制缺陷 你不要去做这样的告知啊 不要让报告使用者会产生一些误解 会想会有别的想法 那就不好了 第二如果发现被审单位存在或可能存在 舞弊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作词会计师应当确定 应当按照规定 确定并履行自身的责任 还有这是关于舞弊和违反法律法规的要求 那接着我们来看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 审计报告意见类型呢 注意和我们财报审计要对比基 我们的内控审计 它的意见类型相对于我们财报审计来说比较简单 它没有保育意见 它判断的时候也比较简单 粗暴一到七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内部控制没有重大缺陷 也没有受限 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无保育件 然后如果内部控制 它没有受限 但是呢有重大缺陷 不管这个重大缺陷是一个还是三个还是五个 只要有一个 对不起我直接都是否定件 不像我们财报审计 那如果你这个具有广泛性是否定 不具有广泛性保留 注意这里没有保育件 所以你出现一个重大缺陷 照样是否定 然后无法表示一件事 我审计范围受到了限制 那我就是无法表示 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在审计的过程当中 我受到了限制 不管收线范围是大还是小 都是无法表示限 假如说我在审计的过程当中 你看我现在一共测试了20个控制 然后要测试第21个控制的时候 收线了 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要发表无法表示一件 如果我在前面测试这20个控制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重大缺陷 你看这时候有同学就开始迷惑了 我既发现了重大缺陷 那么从21开始往后测试的时候 测试到100个的时候 我收线了 我到底应该发表什么意见呢 这里要注意 如果同时存在的话 那么是发表 无法表示一件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我们就是无法表示一件 而否定一件 它的前提一定是审计范围没有收线 注意啊审计范围没有收线 才是否定一件 接着我们来看 否定一件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这块内容 注意应对我们的客观题 那做此话题 认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存在一项或多项的重大缺陷 除非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应当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发表否定一件 这点我在前面就说过啊 一定是没受限的情况之下 发现了重大缺陷 这也是我才否定 如果受限了 对不起是无法表示一件 那我们在报告当中 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第一个重大缺陷定义 第二个是它的影响程度 接着我们来看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当中 是否包含重大缺陷 这块注意啊 这块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我们企业的自评报告 它的自评报告当中 有没有这个重大缺陷 如果重大缺陷尚未包含在 企业的自评报告当中 那我们做此话题 是一定要在我们自己的 审计报告当中 说明重大缺陷已经识别 但是呢 没有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当中 第二 如果企业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 包含了重大缺陷 但注册管理师认为 这些重大缺陷 未在所有重大方面 得到公允反应 注册管理师 应当在内部控制的 审计报当中 说明这一结论 并公允表达 有关重大缺陷的必要信息 这什么意思 因为啊 被审计单位 他要对外提供一个 自评报告 就是关于内部控制的 一个自评报告 如果他的自评报告当中 没有说明这个重大缺陷 没有包含这个重大缺陷的话 那报表使用者 就会产生疑惑 那为什么他的自评报告 没有发现这个重大缺陷 而你注册管理师 发现了 对吧 为了提高我们 审计报告的可信度 所以呢 我们专门说明一下 这个重大缺陷 在企业的自评报告当中 没有 好 没有 那接着 我们要看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 如果企业的自评报告当中 有这个重大缺陷 但是描述的时候 轻描淡性 避重就轻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注册管理师 要在我们自己的 审计报当中 做出公允的表达 也就是让报表使用者 能够看到 真正合理 然后比较公允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看 对财务报表 审计意见的影响 如果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发表了否定意见 那做出快计师 应当确定 该意见 对财务报表 审计意见的影响 并在内部控制的 审计报告当中 做一个说明 你看我们现在 发现了重大缺陷 而且没有受限的情况之下 我要发表否定意见 这时候就一定要考虑 财务报表 审计的意见 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要在我们内部控制 报告当中做说明 这个地方要注意 不是在财报的 审计报当中做说明 而是内控审计报当中 说明 我们接着来看第五点 无法表示意见的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那么这块也是 两颗新的考客观题的点 首先看总体要求 我们在前面就说了 只要审计范围受限 不管范围大还是范围小 我们都是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 接着呢 我们应当在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当中 指明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无法对内控理有效性 发表意见 并单设断络说明 无法表示意见的 实质性理由 好 这是应当指明 那接着要注意 我们不应指明什么 这块内容 一定一定要记住 这是比较爱考的一个考点 做此会计是 不应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当 指明所执行的程序 也不应描述 内部控制审计的特征 以避免对 无法表示意见 产生误解 如果我们发表的时候 无法表示意见 千万不要去指明 我们执行的那些程序 免得报表生存者 产生误解 接着我们应当详细说明什么呢 如果已执行的 有限程序 发现内部控制 存在重大缺陷 做此会计是 应当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当中 对重大缺陷 做出详细的说明 这个地方要对比记忆 我们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的时候 一定不要去指明 所执行的程序 但是一定要说明 我们执行有限的程序当中 发现的重大缺陷 两者千万千万不要计混了 考试的时候 容易混淆考核 接着我们来看第六点 强调事项段 那强调段呢 这块注意 多看 应对我们的客观体 首先来看它的作用 那这个强调段 其实和我们审计报告的强调段 是非常类似的 就是提醒报告的使用者 多关注多注意 第二 我们做此话 其实一定要在强调 事项段的指明 这段内容 仅是用于提醒 报告使用者关注 它不影响我们 发表的审计件 这块内容 其实和我们财报审计 是非常之像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增加强调段的情形 这里注意 和我们财务报表审计的 强调段的情形 对比啊 不要记混了 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就是 如果企业的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 对要素的列报 不完整或不恰当 那我们应该增加强调段 这里指的意思就是 企业它的自评报告 它的这个要素列报 不完整不恰当 我们增加强调段 第二是气候事项 我们来看第七项 对气候事项的考虑 这块内容呢 也是咱们教材 新增内容 由于它是新增内容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高度重视 今年可考性比较高的 有可能考客官体 也有可能考主官体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要求 那在基准日后 到我们审计报的日前 也就是气候期间 内部控制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或者出现其他 可能对内控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 因此作策会计是应当询问 是否存在这类变化或因素 注意啊 这是应当询问 不是可以 并获取被审单位 关于这类变化因素的书面声明 书面声明的内容当中 讲过这一点哈 第二作策会计是应当针对 气候期间询问并检查下列信息 注意这就是应当要询问 要检查 我们来看检查哪些信息 这几块内容 注意多看 应对我们的客官体 第一 在气候期间出具的 内部审计报告 或类似的报告 就是内审报告 第二 其他作策会计是出具的 设计被审单位 内部控制缺陷的报告 好 这是关于它缺陷的报告 第三 监管机构发布的 设计被审单位 内部控制的报告 第四 作策会计师 在执行其他业务当中 获取的 有关被审单位 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信息 三报告 一信息 一定要多看一下 防止出多选题 第三 作策会计师 还应当考虑 获取气候期间的 其他文件 并按照准则的规定 对其进行检查 好 这是我们 关于气候期间的 相关的要求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 对我们审计券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们审计意见的影响呢 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导图的形式 让大家看的会更加清晰一些 那么这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是出报告前 第二是出报告后 那对于出报告前 如果是基准日已经存在的情况 期后呢 是提供后续证据的这些事项 也就是说 我们的基准日12月31日 假如说这个事情呢 是在11月1号就存在的 只不过是在1月5号的时候 提供了后续的证据 对于这样的事项 我们要注意 看它对内扣有什么样的影响 假如它对内扣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对不起 我们直接否定 有重大负面影响 对吧 那如果我没办法确定它的影响 这种情形不就受限了吗 所以是无法表示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如果说这类事项是基准日并不存在 也就12月31日是不存在的 但是在期后期间发生的事项 那么这个事项是在1月7号的时候发生了 好 它是晚于我们的基准日的 如果有重大影响的话 我们就要增加强调段 好 这是我们在出报告前 接着我们再来看 我们出报告以后 那出报告以后呢 相对来说咱们的工作就难做一些 我们就要被动一些了 我们来看 第一 知习在审计报告日已存在的 可能对审计意见产生影响的情况 你看 我们审计报告日已经存在 而且对我们意见会产生影响的情况 这也是我们要按照 气候事项的有关规例 进行处理 接着如果被审计单位更正以前公布的财务报表 要重新考虑以前发表的内控审计意见的一个适当性 这是出报告后 那么对这张图也就是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一下 因为啊 今年这块的课考性应该是很高的 好 这是我们新增的内容 并且这块既可以出客观题 又可以出主观题 一定一定要多看 那下面呢 这些内容呢 是文字的表达 我们接着来看第八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 这块内容呢 是我们今年教材调整的内容 由于这块内容它调整了 所以它的可靠性也是较高的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在审计过程中注意到 非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缺陷 做策划 你是应当区分具体的情况进行处理 那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是一般的缺陷 对于一般的缺陷呢 注册考题是应当与企业进行沟通 提醒企业加以改进 但无需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当中说明 注意这块是应当沟通 无需说明 接着重要缺陷 对重要缺陷 注意应当以书面的形式和企业的董事会 管理层沟通 提醒企业加以改进 但无需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当中说明 好 这是应当沟通 这里沟通的时候 明确了是董事会和管理层 而且一定是书面的形式 但是无需在报告当中说明 接着我们来看重大缺陷 重大缺陷呢 注册划级是应当以书面形式和企业的董事会 管理层沟通 提醒企业加以改进 同时应当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当中 增加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描述段 注意 重大缺陷 我们报告当中就要增加一个段落了 对重大缺陷的性质 及实现相关控制目标的影响程度进行披露 提示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使用者关注相关风险 但无需对其发表审计件 这里要注意 因为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我们的核心重点是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缺陷 而不是非财务报告 对吧 所以对重非财务报告的 我们不对它发表审计件 好 对于我们的重大缺陷 我们应当和董事会关于层进行沟通 而且要在报告当中增加一个段落 进行说明 最要注意啊 我们的一般缺陷 重要缺陷 重大缺陷 它们分别应该怎么来之间处理 一定要精准记忆 防止今年出客观题 那我们内部控制审计的相关内容 就给大家全部讲完了 内部控制审计 是我们今年教材调整和变化 最大的一个章节 所以对这个章节 今年一定要多下点功夫 要好好的看一下啊 接着我们进入 专题9 质量管理与职业道德 我们接着看考点63 项目质量符合 那我们这个考点呢 容易考主观题 有时候客观题会设计 所以大家注意多理解 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精准记忆 我们来看第一点 项目质量符合人员的委派 和资质的要求 这块内容 注意要应对主观题 首先我们来看 项目质量符合人员的委派 会计事务所应当在 全所范围内 包括分所分布 统一委派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并确保负责 实施委派工作人员 具有必要的 试任能力和权威性 这里明确要求 一定是全所范围内 统一委派 好第二 负责 委派项目质量符合人员的人员 需要独立于项目组 谁来委派 这个人一定一定要独立于项目组 因此 对于接收项目质量符合的项目 其项目组成员 不能负责委派本项目的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注意这段话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的内容 由于它是新增内容 所以它的可考性是极高的 同学们一定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 我们负责委派项目质量符合人员的人员 一定要独立于项目组 好 接着我们来看项目质量符合人员的资质要求 有基本要求 有资质要求 有可能影响可观性的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基本要求 项目质量符合人员应当独立于执行业务的项目组 因此项目合伙人和项目组其他成员 不得成为本项目的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这里注意啊 我们的符合人员一定要独立于我们的项目组 所以我们项目组的成员 如我们的合伙人 还有其他成员 都不得成为本项目的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这句话一定一定要记下来 应对我们的主关体 主关体当中容易考到 第二我们来看资质的要求 那么具备适当的试验能力 第二要遵守这些道德的要求 然后呢 遵守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可能影响客观性的情况 那么可能影响客观性的情况 这块内容一定一定要多看 那因为这块容易出主关体 首先是项目质量交叉实施项目质量符合 第二是某一项目的前任项目合伙人 被委认为该项目的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接着要注意啊 对于在特殊情况下出现的交叉 实施项目质量符合的情况 会计事务所可以制定相关政策程序 例如要求取得质量管理 组管合伙人和业务组管合伙人的批准 并至少每年重新评估和批准一次 这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的内容 意味着对于交叉实施项目质量符合 开了一个口子 开了一个口子 由于它是我们今年新增内容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看 它的可考性是很高的啊 这是我刚才给大家强调的 第一点 第二点是我们影响客观性的另外一种情况 那这个考评也是极高的 如果我们某一个项目的前任合伙人 他直接被委认为我们的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注意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中间至少要冷却两年 这点一定一定要多看啊 那我们对于项目质量符合人员的资质要求的基本要求 还有可能影响客观性的情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容易靠主观题 我们项目质量符合人员一定要独立于我们的项目组 我们的项目合伙人啊 项目组成员啊 不得成为本项目的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然后如果交叉实施质量符合一般是不允许的 那么特殊的情况要满足这样的要求才可以 那接下来是我们前任项目合伙人 然后被直接转认为项目质量符合人员是不可以的 一定要冷却两年 过两年以后才可以转认 好 接着我们来看 为项目质量符合提供协助人员的资质要求 那么这里也明确项目合伙人和项目组其他省员 不得一本项目的项目质量符合提供协助 这句话一定要记住应对主管题 那除此以外 为项目质量符合提供协助人员还应同时满足 以下条件 如具备设计能力 如遵守我们相关职业道的要求 接着我们看其他说明 尽管在实施项目质量符合的过程中 可以利用相关人员提供协助 项目质量符合人员仍然应当对项目质量符合的实施 承担总体责任 这句话一定一定要记住 可以请别人来提供协助 但是最终的责任得自己担 最后的锅得自己背 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如果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出现这样的内容 由于我们有相关人员提供协助 所以就可以适当减轻项目质量符合人员的责任 注意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可以 一定是由他来承担总体的责任 那接着呢 我们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还要负责确定对协助人员经指导监督和符合 好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接下来是项目质量符合人员不再符合认职 资质的要求的情况 对于这种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一点啊 会计事务所应当对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符合资质要求的情况进行 实时监控 这里注意啊 是实时 也就是什么时候都像摄像头一样的盯着 这叫实时监控 而不是定期监控 什么叫定期监控 我一月也检查一次 三个月也检查一次 然后半年检查一次 那才叫定期监控 和实时监控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 只要注意啊 以及时识别项目质量符合人员不再符合认子资质要求的情况 并采取适当的措施 那我们来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第一 如果我们项目质量符合尚未开始 没有开始的话比较简单 它不再担任项目质量符合的责任 如果已经开始时呢 要立即停止项目质量符合 这里要特别注意是 马上停止 立即停止 不能过两天 过一周 过半月 那是不可以的 一定是立即停止啊 接着我们来看项目质量符合的实施 项目质量符合的实施呢 这块要多看 应对我们的主观题 我们在实施项目质量符合时 项目质量符合人员应当实施下列程序 我们来看要做哪些程序 第一是阅读了解相关信息 与项目组就项目和客户的性质具体情况 经沟通获取的信息 第二是与我们会计事务所就监控和整改程序 进行沟通获取的信息 特别是针对可能与项目组的重大判断相关 会影响刚重大判断领域识别的缺陷进行沟通 这里的核心内容就是阅读和了解相关信息 然后接着呢 是与我们项目组讨论 要与项目合伙人或项目组的其他成员讨论重大事项 以及在项目计划实施和报告时做出的重大判断 好 这是做讨论 重大事项 重大判断 然后呢 符合我们的业务工作低稿 我们选取部分与项目组做出重大判断相关的业务工作低稿 进行符合并评价下来方面 注意啊 并非全部的低稿 而是选取部分 做出这些重大判断的依据 包括项目组对职业怀疑的运用 业务工作低稿能否支持得出的结论 还有得出的结论是否适当 这是符合工作低稿 那么接着要评价独立性的遵守情况 这里明确的是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我们要评价项目合伙人 确定独立性的要求 以得到遵守的依据 然后接着是评价咨询的情况 评价是否就疑难的问题或争议的事项 涉及意见分析的事项 进行适当的咨询 并评价咨询得出的结论 还有评价项目合伙人得出结论的依据 对财务报表审计业务 评价项目合伙人得出下列结论的依据 如项目合伙人对整个审计过程 参与程度是充分且适当的 第二项目合伙人能够确定 做出的重大判断得出的结论 适合项目的性质和具体情况 那接着是实施符合 对我们财务报表审计 我们要符合什么呢 符合被审计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以及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描述 这块如适用 那如果是审计呢 我们要符合审计财务报表 或者财务信息 以及审计的报告 那么对其他见证业务或相关服务呢 我们要符合业务报告 还有见证对象信息 这块如适用 这是我们应当实施的符合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这块内容比较多 多看 如果我们的这个主关题出现了 你要能够应对 第一个就是阅读信息 第二是讨论重大的实相判断 然后这是我们一阅读一讨论 符合我们要符合两项 一个是底稿 一个是报告 评价我们要评价三项 独立性咨询和结论 这叫一阅读二符合三评价 通过这样一个记忆的钩子 把这块内容注意到其下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 与项目质量符合有关的工作底稿 那么这是我们的工作底稿 总体要求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应当负责 就项目质量符合的实施情况 形成工作底稿 这块底稿当中要体现出来 对项目质量符合形成的工作底稿 应当主意是未曾接触 该项目有经验的职业人员 了解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对项目质量符合 提供协助人员所执行的程序的性质 实际安排和范围 以及我们得出的结论 那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底稿应该包括的内容有哪些 第一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及协助人员的姓名 这是姓名 第二是我们的识别特征 第三是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确定项目质量符合已经完成的依据 它的核心就是依据 第四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就无法完成项目质量符合 或项目质量符合 以完成发出的通知 它的关键词是通知 第五完成项目质量符合的日期 那我们工作底稿应该包括内容 姓名日期识别特征依据和通知 这块内容一定要多款 它容易出多选题 好这是我们项目质量符合 有关的工作底稿 总体的要求 注意应对我们的主观题 那我们项目质量符合 是一定要形成工作底稿的 这是一个基本要求 然后我们符合工作底稿里面的内容 这一块内容一共有五项内容 这五项内容一定一定要多看 第一很可能出多选题 第二如果我们主观题当中出现的话 很可能会考全部全的问题 比如说你看我们 我们这个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它符合完了以后 它的工作底稿包括了姓名识别特征 然后依据 就让你判断它恰当还是不恰当 注意它少了通知 少了日期 注意是不恰当的 少两项 所以对这块内容一定要多看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